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问问观众怎么说 随着冷冻技术的不断革新 使我们可以越来越多的接触到速冻食品 我们吃到嘴里的速冻食品是否还有营养呢 我说鲜肉有营养 我觉得鲜肉 就是速冻的比较有营养 我觉得新鲜的跟速冻的差不多 通过调查员收集到的百姓观点 我们可以将意见互动为 一 鲜肉有营养 二 冻肉有营养 三 差不多 其实我就觉得买肉的时候就得适量 别一下买太多 放进冰箱一冻 然后再吃 看来你对一个问题你是没搞明白啊 什么问题啊 速冻啊 不明思义啊 不就是放在低温环境下被迅速的冻结吗 算是说对了一半吧 国家对于速冻食品的管理 有着严格的规定 来看资料 1953年美国首次通过了速冻食品制造法规 对速冻食品进行了规范 我国在1988年也批准了速冻食品技术规程 其中规定 冻结食物的温度要达到零下30摄氏度以下 并且在30分钟内 将被动物体的温度降到零下5摄氏度以下 冻结后被动物体中心温度 达到零下18摄氏度以下的食品 才能称为速冻食品 30分钟内必须达到零下5摄氏度 你看咱们自个家里冰箱很难做到吧 那我刚才说的那自己在家冻肉 它就是 那只能叫冷冻食品 所以你看问题复杂了吧 对于速冻食品而言不仅需要严格的管理规定 同时还有一套非常严格的生产流程 为了解决观众的疑问 调查员小张联系到了华都集团实验检测中心 这里可以做出48项国家认证的权威检测 本次实验将在中心的副主任指导下 由中心的技术人员配合 调查员小张将为我们解开速冻食品的面纱 为了真实可靠的为大家展示本次实验 本次实验的样品速冻肌肉将由小张亲自制作 根据国家的规定进入生产车间 不允许携带任何私人物品进入 并且必须更换经过消毒的工作服务才可以进入 我们的调查员自然也不能例外 经过了各种准备以及消毒之后 全副武装的小张被破例请入生产车间 小张选择了以包鸡胸肉来作为本次实验的样本 这是刚刚经过加工的新鲜鸡胸肉 蛋白质等营养没有任何损失 进入生产线之前 称量这包鸡肉的重量为2,038克 测得重量后 小张将这包样品摆在了托盘中放入生产线 这包样品鸡胸肉将在这条零下33摄氏度的生产线上 经过三个小时的速冻处理 大约三个小时后 样品出来了 此时这包鸡胸肉已经被冻得十分坚硬了 再次证量量品的重量依然是2,038克 通过这条生产线 鸡胸肉被速冻之后重量没有变化 这是不是可以说明它的水分保持得很好 你就不太了解什么是速冻技术 人类利用低温条件来储藏食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 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 国国劳动人民已经开始利用天然冰雪来储藏食品 但冻结食品的产生则起源于19世纪冷冻机的发明 温度只能达到零下10摄氏度左右 而近几十年发展迅速的速冻食品则归功于制冷装置的新突破 利用特种福里昂等制冷技术 可以使冻结速度大大提高 满足了人们对食品的保鲜需求 保鲜的概念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控制微生物滋生这个层面上来 能抑制植物的熟化 保持食物的原味 是人们对保鲜的新定义 美国在五十年代首先演出速冻食品 因为可以很好的保鲜 使速冻食品业在国外成为方便食品和快餐业的支柱行业 你一说到快餐啊 方便食品啊 我就会想到一个词 我知道 你对方便食品还有快餐食品的偏见 你不喜欢它们 对不对 但我告诉你 速冻食品和它们有着本质的不同 根本就是两码事 所谓速冻实际上是一个现代化的技术 它的主要作用是 长时间的使食品保鲜 保鲜 这个呀 通过你刚才对速冻技术的介绍 我承认这一点 可是它对营养成分的保持 它真的能做到吗 那咱测测 从专家内里了解到 蛋白质是肉类主要的营养成分 而鸡胸又是各种肌肉中蛋白质作为丰富的 所以我们将针对蛋白质的含量来进行检测 调查员将硬品肉和尚未经过处理的咸鸡肉 带到检测中心 并对两种鸡胸肉进行营养分析检测 经过研磨取样后 我们借助色部分析仪的分析 它通过样品在化学实际下显示的颜色 来对样品进行定性定量分析 那么通过仪器的分析 看看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 经过取样分析 筋线的肌肉和经过速冻的肌肉 蛋白质含量没有明显的差异 测量结果为 新鲜肌肉每百克含蛋白23.3克 速冻肌肉每百克含蛋白22.8克 速冻肌肉比新鲜肌肉每百克减少 0.5克蛋白质 肌肉经过速冻处理后 主要营养是没有显著变化的 0.5克的差异对人体吸收来说 是没有影响的 蛋白质含量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这说明速冻肉和鲜肉差不多 这回放心了吧 可以吃速冻食品了吧 等等 你刚才说我们买的鲜肉吃不完放在冰箱里 那叫冷冻 那它和这速冻肉之间 只不过是冻结的温度不同 我知道你关心的是会不会因为这样的原因 导致它内部的营养上会有差异 是不是 不仅仅是营养还有口感上的差异 吃起来香不香满足你的要求 继续实验 调查员拿出准备好的速冻鸡肉和冷冻鸡肉 并且煮熟 圆盘中的是速冻鸡肉 方盘中的是冷冻鸡肉 煮熟后的两盘鸡肉从颜色上看似乎没有什么区别 那么味道又如何呢 调查员在一家餐厅中做了一个测试 我们随即抽选了几名用餐的客人作为志愿者 让他们来做一个平盘 这个比较嫩 这个有点老 圆盘的比方盘的口感好 如果一般品尝之后 大家一致认为 圆盘里面的鸡肉味道比较嫩 你这实验设计的太牵强了吧 怎么了 每个人口感差异都不一样 你就一口 那我问你 口感指的是什么 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吧 但是基本上就是口感就是看它是否筋脏 不软 不糟 那同样是鸡肉为什么口感尝起来 它就不一样呢 我们用数据来说明 专家为我们介绍蛋白质的含量影响了鸡肉嫩软的口感 那么冷冻鸡肉和速冻鸡肉的蛋白质的含量是否会有所不同呢 从外观上看 这两块鸡肉与速冻的没有区别 只是两块鸡胸肉被牢牢的冻在了一起 我们再来检测一下蛋白质的含量 结果同样经过技术人员的检测分析 得到的结果为 速冻鸡肉每百克含蛋白质仍然是22.8克 而家用冰箱冷冻的鸡肉每百克仅为18.6克 比新鲜鸡肉每百克减少了4.7克 红要是冻上了 这结果就是不忘 关键是冻上的时间还有温度 这速冻从字面上讲就是快速的冻上了 那这时间的魔力到底 我让小妞做了个模型 一看就知道了 好 你看这个是我做的一个鸡腿的抛面模型 现在我给你展示一下时间的魔力 别说那么神秘 咱能说的唯误点 说的直接点 行 先说冷冻 现在还是这个鸡腿 我把它先放到冰箱的冷冻室里 冷冻室的温度通常是零下20度 对吧 对 零下20度 鸡腿放进冰箱的冷冻室里面 以后它会由外往里逐渐的降温 就像现在这样 这个温度就这样渗透进去 最后呢鸡腿会降到冰箱的温度 零下20度 这样就冻上了 如果要使冰箱冷冻室里的食品的温度降到零下20摄氏度 你才需要多久的时间 我告诉你 四个小时 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 食品的降温是从外到内一点一点渗透的 就是在这样低温渗透的过程中 食品的所有物质的细胞中间含有的水分 就会受到低温的影响 也就是说会被冻得更透更彻底 我先保留一个疑问 我先看你的速冻 好 这也是一个速冻 速冻的时候当然速度更快了 速度就是像这样 先降到30度 零下30下10度 这闪光代表什么呀 你看 速冻在于什么 速冻在于首先速度快 然后啊 这个速冻冻住的不是细胞的细胞液 而是外面这些细胞之间的组织液 这样的话就造成了一个屏障 组织里面的细胞液接着被冻住 在专业的流水线上超低温的环境呢 可以使食品的温度在30分钟内降到零下30 是设施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为的就是使食品内部细胞间的水分迅速冻结 从而对细胞形成保护 然而与此同时 细胞内的物质却没有受到低温的影响 达到了保鲜的目的 我已经明白了 什么你就明白了 你刚才不知道有个问题了 我已经知道了 你看我说对不对啊 说 它是冻得痛啊 它未必是好事 因为它冻得痛呢 会把这细胞全都给冻上了 那这样营养就流失了 当然对于我们普通的家庭来说 要做到速冻不太现实 冷冻还差不多 但是只要能做到冷冻食品短时间内把它吃掉 一般它的营养成分也不会有过多的流失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这冷冻它也有一个存放的实现 那这个速冻的存放时间是多长的 关于速冻食品的长时间的保存的问题 还得靠实验来证明 从专家内里了解到 生物酶是生物体内具有催化作用的有机物 在食物存储的过程中 会慢慢分解食物内部的蛋白质 它的活跃性和温度成正比 温度越高 生物酶越活跃 那么相反 在冷冻条件下 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把刚刚从生产线上取出来的肌肉 和经过三天冷冻法保存的肌肉 送到实验室 通过对样品的分析 随后 经过三天冷冻保存的肌肉 和刚刚从生产线上下来的肌肉进行比较 煤的活跃程度有所增加 即使在这么低的温度下 各种煤也是在不断的变化 不光是煤啊 所以说即使是速冻食品 也应该快点使用 让专家再给说说 辽宁沈宴的谈景观众朋友您好 合格的速冻食品对营养没有太多的影响 在保存和温度要求温度在零下二度以下 这样的速冻食品 保质期会在18个月左右 一般家庭在购买后 由于保存条件发生改变 保质期会大打折扣 所以我建议您购买活跃的速冻食品 您尽快使用 来自辽宁沈阳的谈景观众 看了我们今天节目 您对我们的回答还满意吗 也欢迎更多的观众给我们写信 由我这个联络员替您转答 对 畅看我们的节目吧 有道具 有模型 有实验 有调查 你能提问 我们就能回答 全因为这句话 生活中的很多事 原来如此 恶椒是滋补家贫 蝙蝠数月 敬请收看